除了要解决住的问题以外 文化认同也是相当重要 为让台湾社会更有包容性 先议员赖瑞鼎今天就建议宪府 应该要办理新住民母语竞赛 或是在教室内尊设印尼、越南 以及泰国等国家的问候语的布置 让小朋友可以提早学习 落实多元文化的目标 针对越来越多的新住民 先议员赖瑞鼎建议宪府 除了要办理新住民母语竞赛之外 也要在教室内增设印尼、越南等 国家问候语句的布置 落实多元文化的目标 随时我都在高兴 我都觉得可以做实际的简单的目标 简单的议员 就说你好吗 我们的中文 也让我们在这个班级里面的孩子 也知道 我们会怎么说 泰国会怎么说 不用多 那种就是说 在聊天室的这种 女人那里 如果在教室那里 有相关的一种情境的布置 我相信对 这个 不相同的图案 文化学生 严重的接受 和这种包容 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针对议员的建议 县长林冲贤除了立即指示 教育处研议办理外 并且要求各护证事务所 要和移民署合作 做好新住民的相关服务工作 外配的人口 能到达一定的比例 那我们现在有客家 事务科 也有原住民管理所 是不是要成立一个 这个新住民的管理的单位 那现在 这个多元文化这个认同的部分 着重在语言 我们现在收入的原住民 客家或者其他的少数 这个族群的部分 语言的传承 语言的传承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载具 所以 外园那个意见是非常好 可以提供给我们参考 当然 民政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还没签给专这个单位 对这些新住民的服务 我们现在 社会处是有 它在竹心底那边有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 碰到问题才会到那边 那一般普遍的服务 所以我们应该善用 我们的护证事务所 跟移民署来合作 此外 针对县级立法委员陈欧珀 昨天失闯 马总统母亲告别式的脱续行为 让宪民感到不适当 因此宪议员陈金宁 则建议要开除 陈委员的县级 移民社会有荣誉 荣誉县民 美国议委派三个代表 来选拔荣誉县民 像这种不荣誉的县民 是不是要开除县纸呢 你身为移民官团 在创导全能教育的同时 面对我们宪兰的子弟 国丹兴国会议员 也是立法委员 竟然做出这种 不得体的事情 人家的班双书 雙心的买乎 他会给他脑顶 这次你让宪兰出席 你站在宪兰的班长 你对他怎么看法 对此县长表示 陈立委的个人行为 不属于施政报告范围 因此不予回应 宪兰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就像干个国签议员 在我的宫兰再帖 妥兰再法人 对此来看法师 所以您是 对此来看法师